先知很久以前就在圣经里显明了 上帝要排弥伊赛亚来拯救罪人 是他们与上帝火号 耶稣的生命清楚地表明 他就是上帝所允许的救助 先知伊赛亚在圣经里头写道 必有统真与怀云生智 这就在耶稣身上宁愿了 上帝的能力是统真与玛利亚怀了云 他就生下了耶稣 正如圣经里头的记载 统真与怀孕生之地这个奇迹 是上帝给的一个记号 好叫人们晓得 这个音号就是弥赛亚 是上帝的儿子 人们看到耶稣 就看到了上帝的形象和能力 耶稣赦免人的罪 以致病人 拯救人 使他们能够进入上帝永恒的鬼度 耶稣献出自己的生命 替全人类承受罪的刑罚 三天后 他从死里头复活 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耶稣说 我有权并设置我的生命 也有权并把它拿回来 耶稣的生命 正和众先知在圣经里头 对弥赛亚的描写一模一样 确实 耶稣是上帝的岛 通过耶稣 上帝向这个世界 显明他直接 耶稣说 天地都要飞去 我的话 却不能飞去 其前 上帝创造人 好叫他们能够幸福地生活在上帝面前 但是人不听从上帝 违背了上帝的命令 就犯了罪 罪就把人和上帝分开了 圣经上说 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罪的结果就是死 因为上帝是神界的 所以罪人不能活在上帝的面前 正如上帝预备了一支公山羊 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死 上帝同样派他的独身子替亚当的后代事 他怎样主 好让那些相信耶稣的人 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使徒必得说 从先知说说的就是耶稣 他们说 凡是相信他的人 上帝就肯定死灭他们的罪 因此 凡是跟从耶稣的人 就可以避免敌佑的心法 并且能够在天贵和上帝永远在一起 耶稣从死里头复活以后 对他的门徒说 要奉我的命到世界国地向人们宣讲 凡是人罪悔改归向我的人 上帝必然赦免他们的罪 耶稣还说 他要派圣灵来 或跟从他的人在一起 教导他们真理 给他们能力 使他们能够遵循上帝的道 当一个犯罪的女人承认他的罪 开始跟从耶稣的时候 耶稣对他说 你的罪被赏免了 因为你相信我 所以你得救了 耶稣说 当一个人真理相信上帝 说明他的罪已经被上帝赏免了 耶稣叫人跟从他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旁边的一个罪犯信了耶稣 并求耶稣纪念他 耶稣回答说 今天你就可以和我一起在罗园里了 凡是愿意跟从耶稣的人 可以用下面的祷告 来恢复和上帝的关系 上帝啊 你是公义的 谢谢你爱我 我违背你的命令 犯罪得罪了你 我很难过 谢谢你派你的儿子耶稣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后来从死里头复活 谢谢你让耶稣为我所犯的罪 替我受刑罚 我愿意跟从你 我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我的救主 和我个人的主 谢谢你赏免了我的罪 让我能够和你永远在一起 我求你赐给我你的圣灵 和我在一起 向我显明你的道路 求圣灵给我能力 使我能全心全意地爱你 使我的生命讨你的喜欢 愿全世界的人都来赞美你 阿们 耶稣谈到跟从祂的人说 我的羊晓得我的声音 我认得他们 他们也跟从我 跟从耶稣的人 每天都和耶稣谈心 学习耶稣在圣经里的话 他们学习耶稣的榜样 在一起聚会 还告诉其他人 耶稣是哪个 耶稣圣天回到自己的宝座前 称说 上帝已经把天上 地下所有的圣灵都给了我 你们要确实明白 我总和你们在一起 直到世界里没了 跟从耶稣的人 应该牢记耶稣的这个音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